啊 因为我会很少东西找着看到我 我觉得这家庭经营真的很多 所以那时候我最新的VGM channel啦 我最新的都真的 所以我跟人在日本另外一间最大的江青工厂 这位是大球宝先生 他也不会说中文啦 我们今天来参观他的工厂在日本 然后主要就是我们要带精品江青回去 所以这一间他的翻新做得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走 Let's go 新钢琴 新钢琴的主要可以这样的标准性 哇 卡外 挂起来 Empera 挂起来 我跟你讲 这一段来是卡外很早很早有的 最高端要Empera 王帝王啦 这个其实是卡外的 哇 这个是卡外的 他把卡外一边弄 看阿拉费全部都有的 那个MY8080X 哇 这个可能真的 象牙键是 卡板 这样子 这个是卡外高端 就好像Torota的Lexus 这样子 你看 这一个拿来有很多那种 高级的领袈 YS10V的那种很少喝 对 就是新钢琴的标准这样子 嗯 这个地板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水泥啊 大概每次都要一直撞到一只水泥 都要一直撞到一只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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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新的这样子 然后最新的这样的 踏板链 就按照新钢琴的标准 除菌除陈 就新钢琴的标准 就不管它多么的新 大概是YUX这样子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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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X做成这个样子 新钢琴的 嗯 最后做出来以后 基本上就像这个样子 就是和新的是一个样子 一红袖这样子 外面有一只渡舱这样子 对 这个就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个日本人的工匠精神 你知道吗 你看这一条东西啊 你看啊 这条东西 一台琴可能四五十年了 但是你看Yamaa Kawaii 他们做的时候 怎么是这么漂亮 看抛光了 然后这样漂亮 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们学这个技术啊 代表马来西亚 对 这个就是抛光了 这个是搞那个key的 这个是抛那个hinge的 对 抛了就比较漂亮是吧 泡完之后还需要再喷一层 还需要喷一层 啊 这个部分 打磨 出磨 出磨完以后细磨 细磨 细磨完以后再 再度一下那个 透明的漆 这个是丁顶的出场效果 就是说 这样让它调完了过后 大家休息一下 湿度比较高 对对对 这个湿度比较高 这就是新钢琴出场的时候标准 不是说表面像镜子一样就ok了 这个钢琴是一个很有灵魂的东西 它是艺术 那最后我们怎么会有艺术 这样 这样子 乘度进去 这个3A UX30A 你看它们做好了 反正就像是这样子 是吗 ok 好像没有了 这一个就是选情的藏库 真的是 可以讲 这样子看 所以然后那边很少 刚才能看到两层 这样子看过去 这个蓝色的这个空洞 就是 去 什么分 分开一下 分开 而且 分类做得很 很滑 你一眼看过去 都能知道有什么 就是 你看到这里不要动 嗯 这个视角不要动 你看UX30A 就知道是YAMAHA 是不是 全部YAMAHA 全部KWAII ok so 好我们现在 我们要开始选情了 所以今天就是选情的一天了 拍一层 等一下 我们再下去另外一层再带你看一下 特别是精品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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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只有这 我觉得这家是精品钢球 真的很多 你看Horston 已经卖掉了 收到 哇做的那么漂亮 真的是 好像全新的那些 这一个也是Horston 整个是好像 拍一下 这家是 看到US8X US8X OK 你看这个 这家 象牙剑 象牙剑 哈哈哈哈 还有其他的 很多好亮 这个就是YAMAHA的 颜色钢琴 可以看一下我们做的那个漆面 这个就是 真的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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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颜色型 刚才 吃完饭了后 再选拨第二层 因为这个它另外一层 更加偷啊 另外一层 UX 整个不UX 全是UX 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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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五十台 65台UX 65台 你又知道65台怎么看 就是我们那个 有一个正经文史的UX 然后 UX3 UX5 UX1 UX5 UX5 UX 有像是什么 有像是 有像是你喜欢的 是吗 有像是我喜欢的 有像是我喜欢的 UX5 你看那边整排回去 楼上是我喜欢 楼上是我喜欢 楼上是我爱的 嗯 这种有爱情C08 还有拜託 所以啊楼上呢 这边 那里 有像 T2 DB127 你没有看到DB127耶 125 我看到 我常常看到 127没有看过 DB127很少看到 真的是很难 哇 FA25 CS35 前面不是个Kawaii SA SU FA CS CX OP ES SE DB127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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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刚才跟我说 公司130多个人单单发工资 一个月就 马来西亚几个米店了 几个米店太大了 真的算大了 好 现在我跟你讲 刚才那边是他们翻新 做给欧美顾客 那些太贵了 基本上是不可能拿到的 然后过后我们就 回去马来西亚翻新 现在我又要选情了 如果喜欢我的YouTube Video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拍出更好的影片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